秦记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束黄玫瑰,不同于网的满心欢喜,我只是淡淡扫了一眼,继续手里的工作,他也不恼,把花放在桌上,走过来哄我,还在生气。 对,我跟你解释了,石瑶刚回国,一个妻人都没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做东宴情,就是普通好友的聚会。 不带你,只是因为我们圈子里的人你都不认识,去了怕你尴尬,他说得有理有据,他的圈子不是科研教授,就是文献大佬,我只是个刚毕业的社畜。 我容不进他们那个圈子,可李诗瑶可以,毕竟李诗瑶除了是他的前女友,还是他的大学同学,圈内同行,异性兄弟。 他回国,他们理所应当团聚,哪怕现在是秦记来哄我,我的生气在他看来,也是无理取闹,小心眼,不懂事。 不过,我现在不想生气了,也没兴趣纠缠,所以我只是敷眼,回了句,知道了,合上电脑,准备进卧室睡觉。 但没等我转身,手腕又被秦记拉住。 其其,我跟施瑶真的没什么,我们的感情早就结束了,都是成年人。 我知道,都是成年人,分手也能做朋友。 我面无表情,扯回自己的手,表示认同。 既然他孤苦无依,你就好好招待。 秦记将住,似乎诧异于我如此平静,嘴里的话脱口而出。 你不介意了,在一起三年,我始终介意他那个分手还保持联系的前女友。 尤其是这一年,几乎和他每次的争吵都围绕着李诗瑶。 我认为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是死了一样安静。 李诗瑶远在大洋彼岸,却丝毫不影响他半夜打来跨国电话,和我的男朋友一聊,就是一整晚。 几万公里的距离也不影响两人所有账号互关,云上还保留着情侣头像。 为此,我狠狠闹过,逼着他断了和李诗瑶的所有联系。 可秦记却于心不忍。 施瑶一个女孩子独自异国他乡求存,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就不能有点同理心吗? 他朋友也劝我,施瑶和秦记还有联系,恰恰证明两人都已经放下,你有何必纠结过去? 可笑,是我纠结过去。 那为什么秦记的电脑里面还满满当当都是他们恋爱的合照? 为什么分手七年,秦记给李诗瑶的备注是瑶瑶,而我却是傅琪,我累了。 尤其是当我今晚上看到李诗瑶更新的人子,他发了一张依偎在秦记尖头的自拍。 配文是,我们的十年之约,虽迟弹道。 好一个虽迟弹道,很难形容那一刻的滋味。 就像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捍卫自己的领土,却突然发现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没属于过我。 正好,李诗瑶回国了。 正好,他未婚他未嫁。 回过神,我对尚秦记不满探究的视线,平静地摇了摇头。 你想怎样,我都不介意了。 反正,我们也要分手了。 人真的是很奇怪的生物。 我明明那么喜欢秦记,但是当我真的决定放弃他的那一刻,也没有想象中痛彻心扉的不舍。 我从小就喜欢秦记。 我妈和秦记的妈妈是闺蜜,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过年固定项目就是抽一天去秦记家拜年。 我也非常期待这天,因为这一天,我会见到长得很好看的秦记哥哥,他会给我吃大白兔奶糖,还会教我蝶星星,给我读故事。 他大我六岁,我小学毕业的时候,他上大学。 他上学的那天,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拽着他的衣服可怜巴巴地让他带我一起走。 两家人哄堂大笑,秦记也无可奈何,最后他弯着腰哄我,说我要是努力和他考一样的学校,这样以后就能在一起上学了。 我要他跟我拉钩,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考上他的大学。 后来我才知道,他上的是清华。 我凹凸了头,也只努力考去了他在的城市。 再次见面,他变了很多。 对我虽然温柔,但是也仅限于林家妹妹的照顾,为数不多的交集,也就是逢年过节回乡,他带我一程。 迟到我大三那年,我意外摔伤腿,要坐轮椅三个月。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的消息,竟然把我接去了他的公寓照顾。 日渐相处中,我埋葬的感情又死灰复燃。 我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表白,但是他拒绝了我,甚至开始疏离我。 我那时委屈又难过,甚至发誓一辈子都不会再理他,只是没想到几天后,事情发生了转折。 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虽然声线竭力压制,我还是听到了破碎和颤抖。 最后,我挂了电话,翻了宿舍。 到他公寓的时候,我敲了很久,才有人开门。 开门那一瞬,我差点被扑面而来的酒气熏晕。 一贯清风济月的男人,正红着眼眶居高临下望我,大半个身影都隐没在黑暗里,一言不发,颓废地让人心疼。 我心疼了,我留了下来,一晚上无言。 可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却突飞猛进,在一起三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一切过于水到渠成,以至于我忘了,那一天,他晚上的破碎,都来源于李诗瑶失信了他们的十年之约。 我决定和秦记在一个礼拜后提分手,因为这周个礼拜五,我爸妈要来。 我不想场面闹得太难看,毕竟我和秦记的事情,两家长辈乐见其成,都等着喝我们的喜酒。 正如他所说,分手绝交,老死不向往,是孩子才做的事情,成年人的世界都是互留体面。 而接下来的几天,秦记对我更温柔。 切而不舍给我带花送礼物,每天都会接送我上下班,面对我的平淡,主动找话题,缓和气氛。 甚至还和我约定,爸妈来的那天,一起去看我最想看的那场话剧。 结果最后接爸妈的,还是只有我一个人。 他说,实验数据出了问题,需要耽误一点时间,保证晚上一定会到,让我们先去预定的饭店包厢。 最后一直到爸妈陪我看完话剧,他都没有来。 我妈替他解围,握着我的手,仔细安抚。 秦记肯定是脱不开身,临时有事情都能理解,你回去也别跟他闹脾气,反正我们这次来,也要多待几天。 我爸也在一旁点头帮枪,我扯了下唇脚,不知道该不该说。 因为就在刚刚,我刷到李诗瑶的朋友圈,他发了一张在酒店的自拍并配文,幸好有你,每一次出问题,你都赶到我身边。 他的背景里,有一抹高大的背影。 我认出了,是秦记,多可笑。 他把我和爸妈晾在外面一晚上,却在陪前女友。 饭后,我送完了我爸妈回酒店,打车去了李诗瑶朋友圈的那个定位。 秦记开门的时候,看到是我,脸上闪过一道错愕,可是很快就恢复如常,语气温柔地招呼我进去。 你怎么来了?一直说要介绍诗瑶给你认识。 他揽上我的腰,进去的时候,不止李诗瑶在,还有好几个秦记项目组的研究生,看到我的时候,他们脸上或多或少都露出了一样。 秦记不太喜欢,我去他学校找他,因为他总说工作和私人事情要分开。 所以,他名下研究生,也就一个曾经来家里送资料的时候,见过我,他也认出了我。 这是小师母,他盯着我,表情带着古怪,下意识看了一眼李诗瑶,一副欲言又止。 倒是李诗瑶先开口,你就是齐齐妹妹吧? 我以前还在秦记的手机里面,看过你的照片。 扎着两个小便,可爱极了,没想到都成大姑娘了。 我第一次见李诗瑶本人,和他照片里一样,模样岁月静好。 他走过来拉住我,一脸热情,真的和照片里一样好看,怪不得秦记宝贝舍不得带出来。 你可不知道,他因为找了自己邻家青梅竹马的妹妹,可没被我们这群人调侃。 年纪这么小,也下得去手,可不是秦寿吗? 他洋装鄙视,故意朝秦记的心口锤了一拳。 动作娴熟又自然,就像是两人已经演练过无数遍。 我看着,忍不住笑问。 秦记,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脱不开身,没时间见我爸妈。 人无语到极致的时候,原来真的会笑出声。 我正开李诗瑶的手,气氛有些冷。 秦记动了动唇,表情有些心虚。 还是李诗瑶先开了口,他一脸愧疚。 对不起啊,我也是才知道秦记今晚上要和你父母吃饭,临时数据出了错,才麻烦他带着整个项目组帮我处理。 这样,明天我做冬,邀请你父母一起吃个饭赔罪。 他说的滴水不漏,态度也好,让人无可指摘。 只是,我和我男朋友见我爸妈,需要他加入吗? 不过还没等我拒绝。 一旁秦记已经开口。 琪琪不是小气的人,更何况今天是特殊情况。 石瑶刚回国,这份数据出错,她的工作保不住。 她低头对我笑,眼底仍是浅浅温柔,柔声哄我,明天我会跟叔叔阿姨道歉,等下结束正好一次吃饭,我们一起。 这还是她第一次邀请参加她的聚会。 原来,我融入她的社交圈,只是她说一句话这般容易。 而我足足等了这么多年,可现在我不想去了,不用了,我是来分手的。 秦记的夜宵没有吃成,回去的路上,她难得冷脸。 琪琪,你今天太不懂事了。 我学生还在,大庭广众下,你这么闹像什么样子。 进门后,她指责我。 我看着她在沙发上坐下,胸膛因为愤怒上下起伏,薄唇紧敏成一条直线,许久,才疲惫揉着眉心继续说。 你让我的学生怎么看你? 他们不会觉得施摇和我有什么问题,只会觉得你无理取闹,还说我不带你参加聚会。 你这样孩子气,让我怎么放心带你去? 秦记,我打断了她的话,在她沉默思考如何教训我的时候,我已经收拾好了所有行李,站在客厅玄关,平静说。 我不在乎他们的看法,反正以后也没有交集。 傅琪,见我动了真格,秦记终于动了怒,起身大步朝我走来。 第一次出了嗓子,就因为我十约今晚上的聚会,你就要分手。 我平静点头,嗯,就因为这个。 而且,我早该分手了。 在李时期打第一通远洋电话的时候,在我看到两人账号互关的时候,在我发现两人还是情侣头像的时候,隔着大阳彼岸,丝毫不影响我和秦记这段三年的感情,多一个叫李时期的影子。 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情记罕见语色。 他抿了抿唇,琪琪,施瑶的事情,我已经不想再解释了。 这样吧,大不了我答应你,以后和他保持距离,以后我的聚会也带着你,这样行了吧。 听他这么说,我真的想发笑,男人其实什么都懂。 他知道我介意他和李时瑶关系过密,清楚我计较他不让我融入他的圈子,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只是他不在意。 他觉得我这种小孩子哄一哄就可以安抚。 哪怕是现在,他也仍然觉得,我动真格,也只是争取他的一种手段。 任无可忍,我扬起手,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 你爱带谁带谁,我不稀罕。 我以为爸妈会反对我和秦记分手。 可当他们知道我拖着行李箱,入住他们隔壁房间,我爸第一句话是,那么晚的时间,怎么不给爸爸打电话,让我去接你。 和秦记分手的时候没有哭,但是听我爸这么说,我眼泪立刻控制不住,稀里哗啦往外流。 他们手忙脚乱哄我,等我平静一点,我问他们为什么不问我和秦记发生了什么。 妈妈说,从小到大,我们都看得出你多喜欢秦记,能让你放弃一个这么喜欢的人,他一定让你很伤心。 所以妈妈支持你所有决定,一切都以我的女儿心意为主。 爸爸更嗤之以鼻,我的女儿配得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孩子,想分手就分手。 一辈子不恋爱结婚,爸妈也可以养你一辈子。 那一刻,我才知道他们对秦记满意。 不是因为秦记是他们看着长大的晚辈,也不是因为他从小优秀,只是因为他是我选择的对象。 我很感动,也很愧疚。 爸妈才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但是我却为了一个男人,义无反顾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一待就是这么多年。 我决定和爸妈一起离开。 当初来京都是为了秦记,不同于他已经买房扎根,我也就是刚毕业的社畜,趁着年轻离开,总好过臣服几年不上不下。 只是我去辞职的时候,领导很舍不得,他很看好我,所以最后决定把我外调去我老家那边的分公司。 办理完所有手续出公司的时候,我看到秦记的车停在马路边上。 我不意外,按照秦记的性子,哪怕是分手,也不会以昨晚那样决绝的方式收尾。 只是我没想到,等我走过去的时候,竟然在副驾驶上见到了李诗瑶。 琪琪,我们聊聊好吗? 他主动摇下车窗,语气很诚恳。 我知道都是因为我的事情,才让你和秦记闹不愉快,很抱歉。 他对我一直都是和颜悦色的。 反倒是我,昨晚到现在,怕是善度小心眼的泼妇名声已经传遍了秦记的圈子。 但怎样都好,我已经不在意了,直接冰冷拒绝,没什么好聊的。 我和秦记已经结束了,也不准备当朋友。 驾驶位上,秦记目视前方,似乎还在因为昨晚上的事情不愿,黑着脸,始终没有转头看我。 不过听到我这一句,我清楚看到他握着方向盘的骨节,泛起清白。 李时尧更尴尬,他不自在别过头,故作担忧,用手肘戳戳了一下秦记,低声道,把女朋友惹生气了,还坐在这里不挪窝,不怕再跑一个女朋友是不是。 他语气关切,我听着,却隔应地反胃。 李时尧一直都是这幅过来人的口吻,得知我因为他和秦记吵架,甚至主动教秦记怎么哄我,送花送礼物,说甜言蜜语。 每次聊天最后,他都要说一句,还以为是我们那个时候,现在的小姑娘都要哄,不用点心思能就跑了,到时候你孤家寡人,我可没办法回来和你复合。 秦记很听话,依言下车,甚至很绅士地替我打开后座的车门。 顶唇,却旨,轻声说了一句,我今天是特地带诗瑶来跟你解释的。 他着重强调,显得他们多坦荡,显得我才是那个资猪必教的角式精。 不过,无所谓了,我轻吃,直接绕过他们的车。 不用解释,我不想听,我回去的路上收到了秦记的微信。 琪琪,你非要这么任性 那我们都彼此冷静下 她也失去了耐心 之前也有过一次 我在得知她国外出差回来送我的项链 竟然是李诗瑶陪她挑选时代 最后她还买了两条一模一样时 我用力扯断了项链 狠狠地闹了一场 那次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她也是丢下一句彼此冷静下 夺门离开 一连几天都没有再回来 一开始我还死撑着不找她 可后来我越发魂不守舍 终于忍不住去她学校找她 但是可笑的是 我因为不是他们大学的学生 门卫也不认识我 所以我连校门都进不去 打她电话 也始终是无人接听 我从白天等到傍晚 才看到她从校门口出来 我不太记得我们是怎么和好的 但是我始终记得 那天酷暑 我汗水混杂着泪水 狼狈地窝在她怀里 哭着说不要分手的惶恐不安 故技重施 但是我的心却没有一点波澜 只是平静地点进去 直接落黑 我以为我会很难过 我也决定不论多难过 都要咬牙熬过去 不能回头 可一直到我用年假陪爸妈 在京都玩一圈 到回老家整理好所有东西 去新公司报到 一个月过去 我竟然一点都没有想起秦记 倒是秦妈妈知道我回来以后 旁敲侧击问过我 怎么没有和秦记一起回来 我没说 后来秦妈妈也没再问 不过从那以后 秦妈妈开始给我推选优质的男孩子 跟我妈一起 比对着照片资料逐样分析 哪一个更适合我 我哭笑不得 拒绝几次无果 最后抵不过 只能去了一场相亲宴 我没想到秦记会出现在相亲现场 还强行把我拉走 被他拉回家的时候 我妈和他妈还坐在沙发上嗑瓜子 看到我俩回来 秦妈妈先开口问 相亲怎么样啊 秦记你做哥哥也多上上心 咱们争取给琪琪找个最好的 妈 秦记很崩溃 一路驱车赶回来 心力娇瘦 又听到亲妈说风凉话 她烦躁地扒拉了一下头发 有你这样的吗 不帮我哄哄琪琪 还在背后挖我墙角 给我女朋友找男朋友 你不是和琪琪分手了吗 秦妈妈一脸莫名 挥挥手 不以为然 就算分手了 你们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 不是情侣 也是兄妹 我们做长辈 没那么古板 我真的很想笑 回旋标正中靶心 看着秦记痴瘪又错愕的模样 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秦妈妈和我 爸妈自从分手后 没有一个联系秦记 也没有一个过问我们的感情 谁说我要分手了 我和琪琪只是冷战 秦记脸上很不自在 死死地握着拳头 看我的眼神有些躲闪 谁家情侣冷战两个月 更何况 我已经提了分手 所以我故作诧异 秦记 我以为你说彼此冷静下 是接受了分手的事实 都是成年人 拿得起 放得下 我说 他脸色却非常难看 高大的身躯立在这里 摇摇欲坠 好半晌 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其其 我从没想过分手 可我想得很清楚 我很冷静 也很严肃 秦记 可是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的平静 吓到了秦记 头一次 我看到他慌了 不顾长辈在场来拉我 声音也带上了哽咽 其其 你要是介意失摇 我就把它删了 以后也不会再联系 你想认识我的朋友 我就把你介绍 给我周围所有人 其其 我能保证 从今以后 和前女友再无联系 秦记的态度很诚恳 我也相信他真的可以做到 就像是多年前 李诗瑶出国 对他许下十年之约的承诺 他就苦守在国内硬等 一直到对方失约 他才开始新的感情 他就是这样一个 客气自律的人 你可以是我 一个月 一年 五年 我要是联系他 你就跟我分手 就再也不原谅我 给我一次机会 我可以证明 见我迟迟不说话 秦记又做出保证 文言 我妈表情也有些松动 敏唇 似乎想张口 却被秦妈妈抢了话茬 证明什么证明 孩子死了来奶了 我家琪琪年轻貌美 要掉在你这一根老树上 委屈自己 妈 我究竟是不是你儿子 你不是跟我说 最想要琪琪 做你的儿媳妇吗 秦记破防怒吼 这一刻 他算是体会到 什么叫孤立无援 我很感动地看向秦妈妈 确实也没想到 她会如此维护我 毕竟我和秦记在一起 她最开心 她总说是亲上加亲 甚至已经在着手 给我准备首饰 每次见面都催秦记 快点把我取进门 可现在 她却说 我喜欢琪琪 但是也尊重琪琪的选择 是你错过这么好的姑娘 我难不成 还要为了自己的喜欢 逼着她委屈 自己进我家门 秦记是被秦妈妈带走的 她的原话是 别在这里丢人 也是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那天我回答后 秦妈妈晚上 就给秦记打去电话 仔细问过 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而听完秦记的叙述 她直接挂了电话 秦记一直以为 自家妈妈是助攻 结果没想到 没几天 她就开始给秦记 推选不错品相的男孩子 让她帮我挑挑看 秦记后面有找过我 她尝试加我很多次 留言说 希望我们可以 心平气和谈一次 我通过了她的好友 却拒绝了她 只是把李诗瑶 最近更新的朋友圈 结给她 在我离开京都 这一个月里 她的每一条朋友圈 都有秦记的身影 两人在学校做实验 在餐厅约会 最近的一次 是李诗瑶 在我和她住了 三年的房子 坐在餐桌前 分享一桌 她做的丰盛大餐 我没给秦记回应的机会 发送完就重新拉黑 毕竟 我可是个很合格的前任 我没有刻意避着秦记 不过不在同一座城市 彼此几乎没什么交集 也只有偶尔从妈妈的口中 知道她在京都的发展 她没有和李诗瑶在一起 倒是陆陆续续 又谈了几个女孩子 不过时间都不长 妈妈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有些小心翼翼 其实我还以为 秦记那个孩子 对你那样舍不得 会一直保持单身的 倒是没想到 患得这么勤 妈妈唏嘘 我笑了笑 也于她 都分了手 难不成还指望人家 替我守节 这不是挺好的 证明都放下了 说是这么说 可是这几年 你不是都没有谈恋爱 你秦阿姨给你介绍了那么多 都是优质对象 可是你倒好 竟然一个都不发展 妈妈被我说服 可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平衡 虽然分手的自家女儿 可是这些年 走出情商过的逍遥的 似乎是秦记 我失笑 停下操作在键盘上的手 煞有介事说 谁说没发展 我已经从项目助理 做到了公司副经理 还拿到了公司的干股 如果对象是工作 我现在已经领证结婚 去你的 哪有和工作结婚的 我妈没好气说 不过也就是嘴上说说 我的爸妈 一直都是无底线地 支持我的任何决定 不管是恋爱还是工作 所以这几年 我过得很充实 也很幸福 我和秦记又碰了面 表姐结婚 我是伴娘 而她是南方的同学 她不是一个人来的 身边跟着李诗瑶 似乎是没想到见到我 她和李诗瑶的脸上 都不算自然 甚至李诗瑶看我的眼神 也没有往日的和善 反而带着一丝戒备和探究 我倒是反应平淡 连招呼都没有打 就继续招呼宾客 秦记带着李诗瑶 坐在同学那一桌 气氛很热闹 只是婚宴进行一半 却突然闯进来 一个娇俏的姑娘 没有王主抬冲 反而掀了秦记那一桌 秦记 你有没有搞错 你同学结婚 你不带女朋友 带这个不知道 多少年前的初恋 有意思吗 小嫂子 你听我们解释 这都是同学 施瑶 就是蹭个车 一起来 可不是 这里人不都认识 我怕你晕车 所以没带你 婚宴上别任性 大庭广众 秦记丢了面子 而女孩不依不饶 还当众打了李施瑶 一耳光 闹得整个婚宴 不可开交 事后 表姐骂了很久 才被表姐夫哄走 而我从酒店出来的时候 花坛边上 刚刚泼辣闹事的小姑娘 正一个人坐在那里哭 我原本想走的 可是没忍住 我还是走过去 问她要不要搭个顺风车 姐姐 谢谢你 我不是故意捣乱你们的婚礼的 多少钱你跟我说 我到时候会赔给你们的 抽光了我一包纸 小姑娘才指了哭 红着眼眶看我 盯着我的脸 看了很久很久 突然 表情有些不自在 我见过你 你也在秦记的电脑里面 我没什么反应 依旧目视前方 倒是小姑娘 跟开了话匣子一样继续 可是我不讨厌你 但是我很讨厌李诗瑶 她就跟狗屁高耀一样 什么分手了 还能做朋友 成天在秦记面前晃悠 可是我没见过你 我搜过秦记手机里面 所有社交账号 都找不到你 小姑娘倒是坦诚 听到这里 我才忍不住笑开 应该找不到 所以能互关的账号 我都拉黑了前男友 小姑娘 似乎是被我的操作惊到 沉默了许久 她才问 姐姐 那你和秦记分手 是因为李诗瑶吗 正巧等红灯 我扭头看了一眼 副驾驶上的小姑娘 年纪不大 给人一种 刚入社会的青涩稚嫩 看着我的时候 一双眼睛很黑 很好看 她咬着唇 似乎是怕冒犯 又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我闭唇 红绿灯转换 我踩油门 不是 小姑娘威正 似乎是不相信 不过没等她开口 我继续说 是因为秦记 你永远都叫 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么多年 秦记没有改变过 小姑娘听到我的话 先是愣住 而后一路沉默 到了酒店门口 车停的时候 我看到秦记 她看到我的时候 一瞬无措 愁愁了几秒 还是走过来 隔着半摇的车窗 感谢我 谢谢你送她回来 我没回应 看着秦记 低眉顺眼哄着女孩下车 和以前对我的手段一样 而女孩 面对秦记的温柔 无动于衷 拉开车门下车的时候 干脆利落提了分手 秦记没有追女孩进酒店 只是满脸复杂地 回头看我 眼底有感触 也有经验 一别几年 我不再青涩 今天一袭粉色的羊群 精致的妆容 加上职场上的臣服 多了几分干练的气场 四目相对 许久 她才打破沉默 你总归信了 我和李诗瑶 根本不可能 几年过去 秦记的说辞 还是这样理直气壮 我静静地看着她 笑了 哦 所以呢 我反问 看着秦记吃瘪 说实话 我心里挺爽的 甚至今天 看到那小姑娘 当众让秦记下不来台 让她和李诗瑶那样难堪 哪怕是我表姐的婚宴 我心里仍然有一丝丝幸灾乐祸 觉得秦记活该 回神 我朝秦记笑得和煦 说 你和李诗瑶不可能 我和你也没可能 祝你未来好运 甩下这一句 我决尘而去 后来 我听妈妈说 那个闹婚宴的小姑娘 和秦记分了手 分手之前 把她和李诗瑶所有聊天记录 下载下来 发去了她的学校 和李诗瑶的单位 虽然秦记没有真的出轨 可是这件事 也对她的风评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最后学校开会决定 把她调离办公室 转去了后秦部 秦记又消沉了几年 再后来 秦记结婚了 和李诗瑶 因为李诗瑶怀孕了 也不知道李诗瑶 怎么怀上秦记的孩子 妈妈说 因为这件事 一贯不干涉秦记的秦妈妈 去了京都 狠狠地骂了秦记一顿 并放话 永远不会允许李诗瑶进门 又过了几年 我新婚第一年 带着老公上门 给秦妈妈拜年的那天 意外又见到了秦记 彼时 她女儿已经五岁 她变化很大 不再意气风发 哪怕是新年 她整个人也是灰扑扑的 女儿打扮得也不精致 瘦瘦弱弱 还有些怕生 她是独自带着女儿 回来过年的 快吃饭的时候 我从阳台路过 听到她在吵架 我跟你说了 我妈不太喜欢你 女儿我带来了 再说了 过年这边都是 我这个圈子的 你又不熟悉 带你来只会尴尬 你不乐意 不乐意就离婚 李时遥 我忍你很久了 你以为 我们为什么会结婚的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们结束了 当朋友可以 感情根本不可能 则 我听着 然后默默给她 关上了阳台门 这顿年饭 她应该没心思吃了 我想 秦记是脚 我从小就是 别人家的孩子 聪明 优秀 所以我也自诩成熟 我觉得我在处理问题上 比其他人都游刃有余 其实在听傅琪提及 当初和李时遥的 十年之约的时候 我有些小窃喜 我觉得她是在乎我 才会惶恐不安 我知道这个凌家的小妹妹 一直都很喜欢我 我安抚她看 李时遥不会回国 其实我更想说 成熟如我 可以很好地处理 和前任的关系 在我看来 分手只是一段关系的结束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也不只有一种身份 所以我保留了 和李时遥的联系方式 偶尔互动 至于琪琪说的情侣头像 备注名称 我其实想说 那都是表面形式 小孩子才会去计较在意 可是我没想到 琪琪跟我提了分手 如此决绝 一开始 我根本没当真 我觉得她就是在闹脾气 这小姑娘又稚又单纯 肯定是跟那些 不懂事的小女孩一样 在吃这些莫名其妙的飞醋 所以我耐着性子 哄了她几次 但是她得寸进尺了 她当着我学生的面 闹了脾气 还打了我一巴掌 我倒是不觉得疼 只是觉得下不来台 毕竟在这段感情里面 我始终觉得 我是主导那一方 我太宠她了 以至于让她越来越不懂事 所以我没再哄她 我想着 过几天 她应该就会和以前一样 撑不住来找我 可是我没想到 她竟然离开了京都 甚至她爸妈 我爸妈都没有站在我这边 反而帮着她 物色新的相亲对象 我真的生气了 我第一次放下身段 回去找她 我以为我给父亲的台阶 已经足够了 可是这个小姑娘 却只是很认真地告诉我 她早就想好要跟我分手 后来我也谈了几次恋爱 我认为成年人 放下感情的方式 就是向前看 可是我没想到 后面的每一个 都让我无法完全投入 甚至 他们每一个 都和父亲一样幼稚 不成熟 不懂事 其中一个小姑娘最过分 她闹了我朋友的婚礼 提分手的那天 她跟我说 姐姐说得没错 我永远都叫不醒 一个装睡的人 你不是不能和李诗瑶 划清界限 你只是享受在前任 现任之间 游刃有余的感觉 你恶心透了 你就应该孤独终老 我承认 我听到这些话 心里很不舒服 或许是因为 孤独终老四个字 或许是因为 我不赞同她的观点 又或许是因为 这些话是父亲说的 毕竟这些年 我看似放下 但是就像个小偷一样 暗暗偷窥父亲的一切 看着她升职加薪 从青涩到成熟 有了自己的房子 养了一只猫 那段时间 我浑浑噩噩 结果 不知道怎么 和李诗瑶发生了关系 她怀孕了 我们只能结婚 可是结婚以后 我们的婚姻鸡飞狗跳 我再也无法在感情处理上 游刃有余 可父亲却很幸福 事业有成 又有了爱她的老公 她才成了游刃有余的那个人 故事二 宋良辰腿好后的一个月 徐珍珍就回来了 接风宴上 她看着面无表情的宋良辰 红着眼 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就像在自发 人人都知道 五年前 在宋良辰摔断腿 最需要她的时候 她出国了 很快 她就喝多了 良辰 我当时真的没得选 我家老爷子 她拿命逼我出国 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这五年 我一直都在偷偷地 偷偷地打听你的情况 我想见你 又怕你愿我不愿看到我 我每天 每天都在祈祷你快点好起来 我向老天说 愿意用自己十年的寿命 换你能再次站起来 好在老天听到了我的祷告 良辰 你现在好了 我真的好高兴 在座的几个男生 都忍不住开口劝他 现在良辰都好了 肯定也不在乎 以前那些事了 珍珍你就别自责了 你看良辰 今天不是都来了吗 谁不知道 他以前最惯着你 你有苦衷 他怎么可能真的怨你 都是过去的事了 别再困着自己了 是吧 良辰 说吧 几人同时 看向宋良辰 宋良辰却一言不发 只是冷冷低头 喝了口酒 此时 和我交好的白沁 突然冷笑一声 不是 宋少腿能好是因为人家 私于五年没日没夜的照顾 怎么就变成徐大小街 用命换的了 白沁 说话别这么刻薄嘛 我们当然知道 思雨照顾了良辰五年 但珍珍这不也是一片真心 呵呵 真心 白沁翻了个白眼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宋少腿能好 是因为我也祈祷了 我 我可以证明的 徐珍珍突然伸出左手 手腕上面有一道浅浅的疤 天 你怎么会做这种傻事 立刻有人叫起来 天啊 虽依旧是冷漠的表情 但看到那道伤疤时 宋良辰的瞳孔 还是微不可查地放大了下 听说你出国不久就被诊断 得了抑郁症 难道是真的 一个男生猛地站起来问 徐珍珍苦涩一笑 我怕只是祷告心不成 所以就 他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一般 反正不能见到良辰 我活着或死了 又有什么区别 可惜最后被救回来了 如果不是为了再见良辰一面 我肯定会在 这么说也太牵强了吧 白沁皱眉出声 你就少说几句吧白沁 就是就是 真真都这样了 嘴巴击点得吧 不是白沁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 白沁 差不多可以了 宋良辰突然抬起头 发声 我抬头 看向他的方向 他的眉眼 依然是淡淡的 语气却有着说一不二的威慑力 一晚上 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为了徐珍珍 让我的朋友闭嘴 良辰 今天能够见到健康的你 我真的很高兴 徐珍珍擦着泪 从桌上拿起红酒分酒器 走到他身边 他看向他的目光 深情浅全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 但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就让我在最后任性一次吧 说着 他突然转身 将分酒器里的酒 猛地倒在了我头上 屋里顿时一片惊呼 而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他居然将瓶子往地上一摔 捡起碎片 就往自己手腕搁 徐珍珍 送良辰一下子站起 夺过了他手中的碎片 那碎片很是锋利 将他的手瞬间划破 鲜血滴了下来 他却好像没有感知一般 徐珍珍你是不是有病啊 白沁生气吼道 我是有病 徐珍珍哭喊着 与众人争抢碎片 良辰 我知道是他陪了你五年 我恨自己不能在你身边 我爱你 我没办法假装喜欢他 我真的讨厌他 为什么我身不由己 呜呜呜 为什么你身边的不是我 说着 他突然扑进宋良辰的怀里 大哭起来 而宋良辰就这样站着 没说话 但也没有推开他 更没有看到 我的小腿 也被溅起的玻璃碎片划破了 白沁陪我 去二楼换了衣服 一路上 他都在愤愤不平 这些男人真是瞎了眼了 一个个的还都可怜上徐珍珍了 他身不由己 难道不是当年宋良辰出事 他怕他贪一辈子 立马就出国跑了吗 现在还有脸在这里说什么爱 我淡定地拿着毛巾 擦着湿漉漉的头发 不是 思雨 你脾气也太好了点吧 你忍宋良辰也就罢了 宋家到底对你有恩 你忍他干嘛 你还真要当忍者神龟呀 我轻声 无所谓了 无所谓 你未婚夫在下面抱着前女友 你怎么还能无所谓 我摇摇头 也许是料到了吧 所以也没怎么惊讶 五年陪伴又如何呢 到底是比不过年少时 轰轰烈烈的爱慕 在宋良辰决定来 徐珍珍接风宴的那一刻 我便料到了 白沁的眼神黯淡了下去 你这软脾气啊 他们就是 拿准你这点了才肆无忌惮 我笑笑 我想 他们不是 拿准了我的软脾气 是拿准了宋良辰 不会为我出头 说难听点 就像狗在外面打架 也得主人愿意给它撑腰才行 不是吗 白沁家里有事 先回家了 而等我回到楼下包间 徐珍珍也已经坐着 宋家的车回家了 她喝多了 张哥你看着她进门再走 隔着门缝 传来宋良辰打电话的声音 似乎也沾染了一丝醉意 我的脚步停在门口 宋少 珍珍今晚是有点喝多了哈 你回去轰轰私语吧 估计要和你闹脾气 里面有人道 闹脾气 怎么会 我听到宋良辰愕然的声音 思雨不会生气 她离家出走 都从没超过一个晚上 可今天这事 似乎怕那人不信 她又打了个比方 你养过狗吧 你生气时赶她走 她是不是也不会对你叫 也不会离开家 那人恍然大悟 那珍珍回来了 你还会和思雨结婚吗 又有人问 一阵安静 时间大约过去了三十秒 有人嘻嘻哈哈地 岔开了话题 而我转身 离开了会所 晚上九点 宋良辰回了家 怎么就先回来了 她似乎喝得有点多了 摇摇晃晃 靠在我身上 手怎么不上药 我看了眼她的手 血已经结痂了 等你给我上啊 你都不管我 怎么就自己走了 她伸出另一只手 将我圈在怀里 坐那儿 我给你上吧 我轻轻推她的手 诞生 她点点头 走了两步 倒在沙发上 我将医药箱拿过来 坐在她旁边 当年送良辰腿断时 曾做过不少自残的事 因为别人都会被她 恶毒的语言给骂跑 所以后面每一次 都是我给她上药 因为不管她怎么骂我 我都不会走 虽然我学的并不是护理 这是倒也熟能生巧了 不深 伤口也愈合了 消消毒就行了 她的头搁在我肩上 头发好香 洗澡了 我上药的手顿了下 腿怎么了 她的目光落在了 我的脚腕上 距离我被划伤 一个半小时后 我的未婚夫 终于发现了这件事 也是 点符是黄色的 我又白 在大吊灯下 还是挺明显的 我没回答 只是收拾好医药箱 准备起身 谁知 却被她一下子拉住 一个用力 我便倒在了她怀中 送良辰 别动 她捞起我受伤的那条腿 认真地看了看 突然低头 吻在了那道伤痕处 酥酥麻麻的触感 一下子传了过来 我猛地缩回了腿 嗯 她睁着迷蒙地眼抬头 怎么 她笑道 伺候你 还不满意了 要等我鼻子啊 点符都被你蹭没了 擦擦嘴巴 我抽出两张湿巾 用一张不着痕迹地 擦了擦她吻过的地方 点符好啊 刚好给我也削消毒 她凑过来 她今晚 应该心情很好 因为见到了徐珍珍 阿宇 我抬头 对上她漆黑的毛子 你今天 好像有点奇怪 一个炙热的 带着酒气的吻 突然贴了上来 也给你消消毒 她说 宋良辰很快就睡了 我轻轻起身 走到旁边屋子的衣柜旁 五年前来宋家时 我带来的东西并不多 如今 好像依然没有多多少 不过一小时 我就收拾好了 自己的所有东西 才躺回床上 宋良辰的手就搭了上来 干什么去了 口渴 去喝水 哦 她半睡半醒 将我背对着她的身子 捞进怀里 不一会儿 身后均匀的呼吸声 再次传来 我轻轻地将她推开 这些年 宋良辰一直疑惑 为什么她抱着我睡着后 总是半夜发现 我不在她怀里 我说 可能是因为我睡觉不老实 但其实并不是 每一次 都是我从她怀里 钻了出来 我是个天性寡诞的人 并不喜欢和人有过深的牵绊 如今唯一的羁绊 大约便是宋良辰 而开始时 我们也并不是这样的关系 而是恩人与被资助者 从初二到高三 宋家资助了我整整五年 那时 我明明考上了省重点高中 却被父母偷偷丢掉了 录取通知书 我在网上查到了 自己的录取信息 他们又将我锁在屋里 不让我出去 女孩子嘛 这周围的哪个不是打工 然后回来嫁人 就你是个读书的料了 是宋家发现我没去上学 找了过来 那天 陪宋奶奶一起来的 就是宋良辰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高冷的贵公子 虽然只比我大两岁 却只是站在那里 就给人压迫感 他们将我带出了 那个令人窒息的家 告诉我 有宋家在 我就一定不会辍学 当年啊 我让他挑一个资助对象 他从一堆人里 一下子就挑中了你 去市里的车上 宋奶奶拉着我的手笑道 你放心好好学 宋家做你的后盾 你父母不敢怎么样的 你啊 也是良辰的福星 自从开始资助你啊 良辰的身体 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呢 我知道 资助我的初衷 只是宋奶奶 为了给自小体弱的 宋良辰积德 可他们仍是我生命中 最大的救赎 是改变了我 命运轨迹的恩人 那之后 我拼命地学习 考上了宋良辰所在的 那所全国顶尖的学府 在那里 我见到了他的女朋友 徐珍珍 那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 我在专柜打工时 徐珍珍来是邪 你就是良辰资助的 那个女孩 她叠着腿 挑眉坐在我面前的矮凳 良辰资助你 我也不好袖手啊 这样吧 你把这里的鞋都给我试试 我买几双 给你加点业绩 于是下午整整三个小时 我都跪在地上 为她穿鞋脱鞋 将店里的女鞋都试了一遍 这是店里最后一个款式了 徐小姐看要买哪双 收起最后一双鞋 我擦了擦额头的汗 谁知陪她来的女孩 突然扑斥笑了 珍珍 她居然当真了 你也不看看自己面前的人 穿的是几万的鞋子 怎么可能来买你家 这几千的破鞋呀 我愣住 徐珍珍优雅地 踩回自己的高跟鞋 算了 她连我鞋的牌子 估计都叫不上来 又怎么会认的吗 可是开始不是你说的 要买鞋的吗 我皱眉 徐珍珍瞪大眼睛 一脸无辜 我当然是骗你咯 良辰突然有事 不能来陪我逛街 我无聊罢了 你怎么会当真呢 你该真不会以为 我会穿这种穷牌吧 宋家怎么会资助你 这种傻瓜呀 真是笑死了呀 她咯咯地笑起来 仿佛看了一场滑稽的表演 徐小姐 我险些站不稳 但还是拦住了要走的她 所以 你试了整整三个小时的鞋 只是为了整我 为什么 不是吧 我只是没看上 你们店里的鞋罢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她生气到 难不成试了就要买 这是哪里规定的 把你们店长叫出来 我要投诉 她突然就闹了起来 最终 这件事以我被扣减绩效 为处理结果 店长陪着笑将徐珍珍送出店门时 我跪在一堆鞋盒中 低头整理着那些试过的鞋子 抬起头擦汗时 我看到了宋良辰 他站在卑躬屈膝的店长旁边 正将一杯奶茶递给徐珍珍 而徐珍珍则晚上宋良辰的胳膊 甜甜道 看在你给我带最喜欢的奶茶份上 就原谅你这次放我鸽子了 他们俩走的时候 店长还保持着九十度标准 直脚鞠躬 后面几年 除了逢年过节去宋家感谢 我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宋良辰 他偶尔会问问我的情况 问我缺不缺钱 我知道那都是宋奶奶的授意 老太太喜欢我 她总是说 我身上有一股韧劲 就像年轻时候的她 后来 我拿到了国外知名高校的博士offer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就在此时 宋良辰突然出了意外 一次演讲 舞台的架子倒了 砸断了她的双腿 宋良辰父母早年就去世了 宋家只有宋良辰和宋奶奶相依为命 宋奶奶受不住打击住了院 竞争对手借机发难 宋家的公司 一下子丢了好多生意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不得不卖掉公司还钱 所有人都说 宋家这下算完了 那天晚上 我看了一碗电脑里 那期盼已久的offer 最终写了句信 提着自己的行李箱 去了宋家 庸人都走了 我一个人奔波在医院和宋家 轮番照看着宋奶奶和宋良辰 宋良辰那时的状态很差 她会时不时地自残 会自怨自艾 会赶走来帮助她的医生护士 一开始 对我的态度也极为恶劣 可不论她让我怎么滚 我都没有离开 她要一个人待着 我就远远跟着 她不去治疗 我就一次次将医生请进家 她对医护人员态度差 我就替她赔礼道歉 直到一次 她再次尝试站起失败 突然拿起刀 要扎自己的腿 我为了和她夺刀 胳膊被划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看到我胳膊不停滴下 触目惊心的血 她第一次呆住了 着急忙慌要带我去医院 我甩开了她的手 人生又不是只有一条路径 宋良辰 即便我今天这条胳膊废了 我也不会像你一样 就对人生失去希望 她呆呆地看着我 突然就哭了 我知道她憋了太久了 从那以后 就像是想开了一般 她开始积极配合治疗 对我的态度也好了起来 我们在同一屋檐下 逐渐熟悉 逐渐亲密 一年前 宋奶奶的病 需要去国外治疗 她一定要让我留下 陪宋良辰 并让我们订了婚 她说 阿宇 锦上添花 我这辈子经历得多了 可对我们雪中送炭的 却只有你 良辰这辈子能有你陪着 是她的福气啊 可我其实知道 我只不过 是她逆水时 刚好出现的那块腹板 宋良辰心里的那个人 她爱过 遗憾 甚至愤恨 思念的那个人 那个统治了她七情六欲 掌握了她情绪变更的那个人 从来都不是我 第二天醒来时 宋良辰已经去了公司 她在一年前就重启了宋氏的很多业务 现在也算能独当一面 这也是宋奶奶 为什么会放心出国治疗的原因 而一个陌生号码 从早上起 已经切而不舍想了七次 第八次 我终于接了起来 是徐珍珍 她约我在一个咖啡厅见面 我知道 你费尽心思待在良辰身边 图的不就是个钱吗 她坐在我对面 点了支烟 悠悠道 可你要知道 我们十几年感情 不是你耍耍聪明 陪了五年 就能插在中间的 如果徐小姐只是来和我说你们的过去的 那我没有兴趣 你还是讲给宋良辰听吧 我起身 就要走 思雨 你敢不敢与我打一个赌 她突然一把拽住我的袖子 周五是你生日对吧 如果那晚我从你那儿能叫走宋良辰 就算你输 她站起身 悠悠吐了口烟圈 我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你赢了 我就承认她心里有你 就此退出 怎么样 她仰起头 你敢吗 我轻轻拂开她拉着我的手 徐小姐 我没有和你赌的必要 去年宋良辰腿没好时 就已经和我订婚 我是她的未婚妻 不是你 谁不知道 那是宋家为了感谢你照顾她 她要是心里没有我 为什么来我的接风宴 为什么在红酒倒在你头上时 都没为你出头 她突然大喊 你不过是宋良辰的一个免费保姆罢了 你真以为她腿好后还会看上你 真的爱上你 别傻了 你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现在不时向退出 到时候人财两空 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离开的脚不停住 她快步上前 一脸抓住我痛点的表情 你若输了 我给你一笔钱做补偿怎么样 我知道你不傻 既然图钱 何必守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所以 我转头 打断她 所以 如果我输了 你给多少钱 周五的晚上 是我的生日 送良辰回来时 我已经做好了饭 正坐在桌前 边看电视剧边等她 这么丰盛 都是我爱吃的 她走过来 我起身 给她截领带 她也顺势将我抱在怀里 有时候觉得 我们都有点像老夫老妻了 她突然感慨 老夫老妻 算亲人 朋友 还是熟人 老夫老妻可没有这么客气 我笑笑 电视剧里 正演到主角被困狱中 即将秋后问斩 兄弟 吃点好的 准备上路吧 那狱卒边打开石盒边说 你在看什么 一个电视剧 我将视频关掉 那你知道 今天为什么这么丰盛吗 周末福利 她猜 见我没说话 她又笑道 总不会 你也要送我上路吧 你要谋杀亲夫啊 我摇摇头 没什么 就是周末福利 仔细想想 过去四年 我的生日 好像都是送奶奶张罗 给我过的 虽然她每次都会说 良辰惦记着你的生日呢 这都是她弄的 但真相 往往就是这么惨烈 送良辰 大约从来没记住过 我的生日 不过下次不用这么丰盛的 咱俩也吃不了 她道 好 下次不会了 大约也没有下次了 突然觉得挺好笑的 连徐珍珍都记得 我这个情敌的生日 宋良辰却不记得 这或许 便是徐珍珍敢将红酒 交到我头顶的底气吧 她早就看出了 宋良辰并不爱我 她也知道 自己依旧可以恃宠而骄 九点 宋良辰的电话准时响了 电话那头 传来了徐珍珍惊恐的哭叫声 良辰 良辰你快来北路 我 我被好几个男人堵在这里了 我好怕 我在隔壁的巷子里 我不敢出去 良辰 他们都喝多了 说要对我 对我 我没想到 徐珍珍选的 居然是如此老套的伎俩 毕竟这种桥段 电视剧和小说里太多了 可宋良辰的脸色 却陡然一变 她转头与我目光相接时 还难掩脸上的慌张神色 她是真的信了 也慌了 艺术到底还是来自于生活 是谁呀 我走过去 你脸色 怎么不大好看的样子 她突然打断我 不舒服吗 这个话题 转折得实在过于突兀 但我突然 就有点想配合她演出了 反正徐珍珍在演 她在演 我也演一演 大约没什么大碍吧 我于是点头 我胃疼 一天了 她愣住 怎么不早说 在她的要求下 我躺回了床上 她去找药 她的电话又一次响了 我伸手 顿了下 按了攻放 梁晨 梁晨你什么时候来 我真的好害怕 梁晨 啊 我抬头 雨拿要回来的宋梁晨 目光猝不及防碰在了一起 阴影处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她走过来 将手机挂断 你要去吗 我轻声问 她犹豫了 而我居然觉得 这似乎比我预期的要好 还以为 只要听到徐珍珍的声音 她就会不管不顾地冲过去 果然 人只要不抱有希望 就不会有失望 你还好吗 胃还疼了 她不答反问 按照正常的套路 我应该说不好 我应该抱着她哭 说我也很需要你 你不要走 可我突然就不想演了 我其实并没有事 我起身 看着她 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 徐珍珍和我打赌 如果能在今天叫走你 就算她赢 如果她赢了 她会给我一笔钱 但我要离开宋家和你 如果我赢了 她就此退出 再不纠缠你 她愣住 空气安静了 大约一分钟 阿宇 你并不擅长说谎 她摇摇头 这个编造的笑话 也不好笑 她是个女孩子 尽管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不论怎样 现在她确实有 遇到危险的可能 没人会拿自己的安全 开玩笑 而拿别人的安全 开玩笑 也是不道德的 你也不需要用这种方式 验证我的感情 她摸着我的头 似是在安抚 我们已经订婚 你就是我宋家认定的宋太太 悬在心头的石头 终于在这一刻落了地 你真厉害 我低头 笑了 我真是 边晃都边不好 一眼就被你看出来了 我胃好多了 你去看看她吧 我顿了顿 注意安全 宋良辰走了 也许是为了安抚我 她说确定 徐珍珍没事了 就会早点回来 但她好像从没想过一点 也许这个宋太太 这个头衔 我并没有她和徐珍珍想象的 那么想要 而促使她去找徐珍珍的原因 是因为她真的信了电话 那头拙劣的演技和谎言 还是害怕我说的那个赌约成真 害怕徐珍珍输了 再次离开她 五年相伴时光 说我对宋良辰没有感情 那就是打肿脸骗自己 可相较于作为宋太太而活 我其实更想做私于自己 徐珍珍以为我很缺钱 其实我个人并不缺 从小缺钱看人眼色过活的孩子 在长大后总会想方设法 给自己安全感 这五年 我一边照顾宋良辰 一边做编剧 也算出了几个大报剧 甚至宋家卖掉公司最苦的时候 是用我挣的钱 再贴补家用和支付医药费 只是不想被人认出 我一直用的笔名 也从没接受过采访 不一会儿 徐珍珍就发来了微信 是一张照片 她趴在宋良辰的背上 用一种极为亲密的姿势 给她和她的自拍 照片中的宋良辰 看似在生气 谋中却是无可奈何的宠意 你输了 她说 不一会儿 她又发了一段话 我说害怕 所以她今晚不会回去了 嘻嘻 我抬手 回了三个字 恭喜你 同时 给徐珍珍发过去了 基金会的账号 真想好了 凌晨五点的飞机场 白庆赶来送我 五年了 最难的时候 你都没走 现在宋良辰好不容易好了 你走不是刚好便宜了某些人 我摇头 宋家资助我五年 我陪宋良辰五年 如今她已经全好了 也做出了选择 我已经还清了恩情 傻瓜 她抱了抱我 声音哽咽 以后的日子 为自己而活吧 思雨以后 都要为自己而活了 起飞前 我给宋良辰发了分手短信 四个小时后 飞机落地西北的一座城市 我转了火车 又坐了大巴 终于到达了那个山村 学姐 基金会的同事 热情地接过我的行李 学姐太厉害了 有了学姐的三百万 和新到的这五百万 我们的学校 终于可以建起来了 学姐从哪里拉来的 这笔捐款 我想了想 算是一个热心的有钱人吧 真好啊 祝她好人一生平安 我不喜欢徐珍珍 但她主动上赶着 给基金会做贡献 当然也没有不收的理由不是 当然 给那个账号打钱时 她还讽刺了我几句 这个时候 还要玩清高 还基金会 你可确认好账号 我钱打了这个账号 你再让我给你个人转 可就不能够了 我懒得和她废话 那赌约要不作费吧 结果下一秒 捐款就入账了 似乎生怕我下一秒就反悔 第二天傍晚 我终于收到了 宋良辰关于分手的回复 只有一句话 今晚吃什么 我看着这句话 觉得好好笑 其实过去五年 我们偶尔也有吵架的时候 每次我生气离开 都因为担心她 没有撑过一天 便自己回去了 可她不知道的是 其实我每次假装离家出走 都没走出过那个别墅小区 只要她出来 并不用很远 就可以把我哄回去 但她没有出来过 从来都没有 就像这样一条 今晚吃什么的信息 都没有 而这一次 我没有理她 两个小时后 电话打了过来 你在哪儿 应该是回家发现 真的没饭 宋良辰 我们分手了 思雨 你能不能别像个小孩子一样 她有些烦躁 我昨天都没有睡好 今天白天 公司又一堆破事 你就不能别闹了吗 昨晚我去见她 不是经过你同意的吗 现在你又来 搞什么分手的戏码 有意思吗 我头都快疼死了 真的没有空哄你 许师察觉到 自己语气重了 她又放软声音 不闹了 行吗 我和徐珍珍又没什么 宋太太的位置是你的 你还不放心什么呢 宋良辰 你知道吗 其实 我从来没想要 宋太太的位置 我轻生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 最适合这个位置的人 也理解你的放不下 所以从我们开始时 我就告诉自己 要放低期望 留在宋家 我只是为了报 我的生日 你记不住 你去找别的女人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可能确实会有一点遗憾 但并没有太过伤心 当初留在宋家 是我自愿的 我不会邪恩图报 也不会因为过去的五年 就要坐宋太太的位置 离开 我也是深思熟虑过的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邪恩图报 我的意思是 我笑笑 宋良辰 以后的日子 你和我都自由了 挂断电话后 我将宋良辰 拉入了黑名单 倒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只是觉得 没有必要再将时间浪费 在分手这件事上 之后的日子 我们开始正式筹备 女校建立 山中的生活很苦 缺水缺电 但好在我从小就习惯了 这个地区有很多贫困女孩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有继续上学 我曾得到过别人的帮助 而现在 我希望能帮助别人 听说学姐当年 拿到过X大的拳奖 怎么就没去呢 这天一起吃盒饭时 基金会的兼职员工 同校的学弟路称问我 当时有些自己感觉 必须要做的事 不过 我已经在重新申请了 这几年 我一直没有断了了解 学术最前沿的动态 出国的申请材料 也在最近重新准备了 真的吗 陆琛听了开心道 我也拿到了那边的offer 等这边学校建好 我们又可以在那边见面了 思雨 有人找你 在门口有人过来道 是个大帅哥 我走出去 居然是送良辰 宋良辰是一个人来的 他的高定衬衫 大约是沾染了路上 拖拉机扬起的薄土 显得灰土土的 不知为何 就有点可怜且搞笑 他看到我 猝起眉头 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大约想得到吧 我在他身旁坐下 这里交通是挺不方便的 要喝水吗 思雨 他猛地拉住了我 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怎么能见到我还这么平静 还喝水 我千里迢迢过来 是来喝水的吗 你知道你拉黑我了吗 你知道你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吗 你还记得你自己在电话里和我说了什么吗 你还记得我是你未婚夫吗 记得 我点头 我拉黑你 是因为觉得话已经说清楚了 一月没回去 是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 电话里说的每句话我也都记得 至于最后一个 我们既然分手了 病婚当然也就作罢了 我给你倒水 是因为看你嘴唇挺干的 这里风大干燥 你要是不想喝 我也可以不到 他愣愣地看着我 你真是长本事了 他压着怒气 行 就当你想分手是真的 起码要给我个理由吧 是因为我忘了你的生日 因为我那晚去帮了徐珍珍 就因为这 是 但也不全是 我平静到 这些不过是表象罢了 忘了生日 以后可以记得 和前女友牵扯不清 以后可以断了关系 又不是不能改 那你倒是说到底是为什么呀 宋良辰 你还记得 徐珍珍接风宴上 你说过 我就像一只赶走赶不走的狗吗 它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我 我那天喝多了 你说的其实并没有什么错 那晚回去后 我仔细想了想我们的关系 我突然发现 和你天长地久什么的 我好像并没有那么期待 它呆滞在原地 我总感觉 这五年对于我 更像是在报恩 我们订婚了 可我却并没有被爱的感觉 我总在想 爱情是什么呢 爱人又是什么呢 我其实并不知道 但我总觉得 不应该是我所体会到的这样 因为过去的恩情 我们开始便是不平等的 我没办法要求 你惯着我 纵着我 包容我的脾气 甚至是低头来哄我 可我内心里 却忍不住 对这样的恋爱关系 充满向往 如果你想要的是这些 你可以和我说呀 你不和我说 我又怎么知道 你想要呢 它似是不明白 我低头 苦笑一声 那多不知好歹 况且 我也不是个会祈求爱的人 我一直在等 等也许哪一次 你会先低头 会哄哄我 但没等来 也就那样了 可能因为 我好像也没有想象中 那么爱你吧 你说什么 它愣愣道 你不爱我 我默了下 点头 对 我对你好 大约只是想报恩 只是 报恩 宋良辰的脸 一下变得惨白 呵 报恩 他的手突然重重 砸在了桌子上 每天晚上 你和我耳鬓撕磨 你管这叫报恩 那意思是 谁是你恩人 你都能这么报恩是吗 是马思雨 为了报恩 洗衣做饭上床 你什么都能干 是吗 你哄谁呢 你这么说 多少有点冒犯了 我轻声 就像是铁拳打在棉花上 我的回答 让他更生气了 行 报恩是吧 报恩 他怒急返效 行 你报完了 以后 宋家的门 你想都别想尽 说吧 他甩上门 走了 这是一场挺不愉快的谈话 起码送良辰不够愉快 但有一点 他确实说对了 我叹气一声 怎么可能 只是报恩 在绝望时 惊艳且拯救过我的人 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 爱过 确实爱过 但如今 也仅是爱过而已了 纠结一个已经没有的爱 又有什么意义 没过几天 我便听白沁说 宋良辰从我这里回去后 开始和徐珍珍初双入队 徐珍珍也嘚瑟地发了朋友圈 有宋良辰的朋友 给他点赞 我觉得 大家都在向前走就挺好的 和白沁说 他们的消息 我已经不关心了 一晃时间 就过去了两个月 学姐 这是我从镇上 买回来的特色肉饼 还热乎着呢 这天 陆琛从镇上回来 就兴冲冲地来找我 陆琛 有我们的没有啊 只给阿语买呀 另一个女同事故意逗她 大男孩一下就红了脸 下次 下次给大家都带 我们可不做贪吃的电灯泡 几个人嘻嘻哈哈 小跑着离开了 陆琛摸了摸脑袋 坐在了我旁边 学姐 阿琛 你知道 我刚分手没多久吧 拿着热乎乎的饼 我轻声道 我知道 你肯定需要时间走出来 我只是想对你好 不需要 你必须对我有什么回应 她突然可怜巴巴 不会只是 做姐姐的暖心小狗狗 都要被拒绝吧 不要拒绝嘛 好不好 哎 算了 在抬头 对方一脸得逞的表情 答应了就不能反悔了呀 她笑着打开手机 却突然愣住 学姐 她犹豫地将手机伸到我面前 这个男的 是你那个前男友吗 手机直播视频里 宋良辰正在主持宋氏的新品发布会 有记者站起来提问 宋总 听说您最近换了未婚妻人选 是不是宋徐两家准备联姻呢 联姻后对两家企业发展 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谁知宋良辰的脸 一下子就黑了 谁说 我换了未婚妻 我和徐小姐 只是从小到大就认识的朋友 她刚刚回国 两家合作多年 我待她熟悉下国内市场环境 仅此而已 可是 大家都传闻 你已经和前未婚妻分手了 前未婚妻听说 也已经离开本市了 宋良辰的脸色 更不好看了 我的未婚妻 只是和我吵架了 出去散心 她抬头 对着镜头 我们相伴五年 感情很深 还请大家不要过度揣测 以讹传讹 过不久 她就会回来的 我将手机关了 还给陆琛 你们 她欲言又止 我们已经分手了 这大概 只是她公关的说辞吧 我诞生 当天晚上 白沁也给我打了电话 阿宇 我怎么觉得 宋良辰最近 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上次从你那里回来后 她高调地到处带着 徐珍珍 大家都以为 他们要破镜重圆了 估计连连 连徐珍珍 自己都是这样认为的 可现在想想 好像是刻意这样做的 就像是 想引起谁的注意 或者让谁吃醋 今天发布会 又说出这样的话 别多想了 上次我俩 都当面说清楚了 我轻生 当年徐珍珍离开 她那么需要她 也没有挽留 我了解 她在男女关系里 有多自傲 第二天早上 我醒来时 发现手机 有两个陌生的 未接来电 学姐 最近雨季 怕引发山洪 刚村长和我们说 没事最近不要出门 陆琛在门口道 我答了声好 手机又响了 又是那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 你好 一片安静 喂 是我 我一下子顿住 你别挂 似乎料到了 我的下一步动作 她急匆匆道 我就是 就是看到那边 在下暴雨 有点担心 你还好吗 没事 村子地势比较高 还有事吗 没事那就 阿语 她的声音 是罕见的着急 你 回来吧 行吗 安静片刻 宋良辰 你喝醉了吗 我皱了皱眉 她沉默了 我还要忙 就这样吧 那天 是我不对 她急匆匆道 是我情绪失控 我只是 一时不能接受 你对我只有恩情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 我想过了 我以前做的事不好 所以让你没有安全感 让你觉得没有被爱 但即便你对我只有恩情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重新来过 这一次 我来宠你 惯着你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我都可以学着去做 再见到徐珍珍 我因为过去的不甘心 和她需要我的举动 而产生了一些满足感 但这并不是爱 我也早就不爱她了 我知道自己的做法幼稚可笑 可是阿宇 她软下声音 你已经走了三个月了 不生气了 行吗 我很想你 你走了后 我其实每晚都睡不好 我只是嘴硬 我真的很想你 你想继续做那个公益项目也好 你想继续做编剧也好 我们先结婚 然后你想做什么都行 好不好 宋良辰 我轻声打断她 宋家给我的 已经很多了 这五年 我并没有怨过你 以后的路 让我自己走吧 好吗 后面的一周 宋良辰 没再换着号码打电话过来 就在我以为 此生不会再见到她时 突然收到了宋奶奶的电话 阿宇啊 我联系不到良辰 她是和你在一起吗 没办法 我只好打电话问白沁 她和董事会说要休假一月 但我问了下 周围人也都联系不上她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躲徐珍珍 徐珍珍 对哦 你还不知道 之前说宋徐两家要联姻的消息 其实是徐珍珍放出去的 发布会后 宋良辰挺生气 听说两人大吵一架 结果吵着吵着 也不知是不是徐珍珍说漏嘴 宋良辰知道了 你生日那晚 她是故人演戏 骗她出去了 反正后来就是鸡飞狗跳 宋良辰再也不见她 徐珍珍则天天又哭又闹 又要寻死的 整个圈子都知道了 我和白沁说 如果有宋良辰的消息 还是和我说一声 毕竟宋奶奶对我有恩 该做的事情还要做 可没想到第二天 我就在宿舍门口 见到了浑身湿透的宋良辰 她的脸上 身上都是泥 手机也丢了 透着前所未有的狼狈 阿宇见到我 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雨势太大 我只好让她先进屋 那边的屋子里可以洗澡 先冲一下吧 我去帮你借套衣服 她抬头 突然拉住了我的衣袖 塞给了我一个东西 是个雨滴形状的精巧胸针 生日 礼物 我将胸针放回她的手里 谢谢 可我的生日不是今天 你还说你没有怨过我 她一下子紧紧抱住我 你就是在生气 我以后再也不会忘了 我发誓 她力气太大 我挣不开 只好任由她抱着 我真的很想你 她哑着嗓子 像要哭出来一样 奶奶很担心你 雨小了就赶紧回去吧 我无奈到 也许我的口吻实在太过冷淡 她挣了一会儿 随即红浊眼 轻轻放开了我 外面多发泥石流 你现在赶我出去 我可能会死的 收留我一阵子吧 行吗 之后的几天 宋良辰就像变了一个人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 在乡下的平房中 给我做饭 洗衣 忙前忙后 我能看出她一举一动中 透出的那份讨好和补偿 雨停的那一天 也不知是着凉了 还是累着了 宋良辰发烧了 我这里没有退烧药 只能去找陆琛界 而和陆琛一起进门的刹那 宋良辰本来充满期待的脸 一下子呆住 你是谁 她充满敌意和警惕 陆琛却没有看她 学姐 明天我去给你 去抢限量版牛肉饼 陆琛拖着腮 眨着亮晶晶的小眼睛 看着我 抢不到就算了 我笑 那怎么能算了呢 限量版可就是 过了这村没这点的 自己不真心 就别怪别人抢走喽 她看了一眼宋良辰 宋良辰的脸色 已整个煞白 拳头握得青筋爆起 学姐 刚村长给我们送来了大白鹅 你想吃什么口味 我给你去做 你还会作鹅 当然了 好男人就是要上的 厅堂下的厨房 那炖着吃 没问题 啊 她凑过来 你头发上 好像落了个小叶子 哪儿呢 这儿 我帮你 磕磕磕磕 宋良辰突然 剧烈咳嗽起来 整张脸由白到红 此时 基金会的另一个同事 敲了敲门 阿语 有个账物他们不会弄 你能过来帮下忙吗 陆琛笑笑 学姐去吧 我来帮宋少倒杯水 可谁知 半个小时后 就有人急匆匆来找我 阿语不好了 陆琛和那个宋少打起来了 赶回我的屋子时 陆琛正可怜巴巴坐在地上 宋良辰的脸上青一块 紫一块 明显也被揍得不轻 看到我来了 陆琛的眼圈一下子红了 学姐 我腿疼 陆琛可怜巴巴 是不是断了呀 没事 我带你去镇上医院看看 我扶起她 你相信她 宋良辰不可置信道 阿语 明明是她先惹我 宋良辰 我大喊一声 这里不是你大少爷撒野的地方 也不是你能随便欺负别人的地方 她愣住 你不信我 我扶着陆琛 从她身边走过 你喜欢她 她使劲拉住我 我哪里比她差了 阿语 我都说了 我会改呀 我会改的呀 我已经给宋奶奶打电话了 雨停了 会来人接你回宋家 她的声音已经带了一丝祈求 阿语 可我没有再理她 也没有管她的伤 只是头也不回地 扶着陆琛走出院子 走出一公里后 我停下脚步 陆琛依然在挨压挨压 好了 演技是不错 但你真眼上瘾了 她摸摸头 嘿嘿一笑 工商啊学姐 这可是工商 说着 她凑劲 学姐 下次要是需要 你还可以找我演 宋良辰走了 她不能不走 公司还需要她 作为掌舵人 她不可能为了未婚妻 致整个公司于不顾 这次一闹 宋奶奶也知道了 我们分开的事情 她沉默片刻后 只在电话里叹了口气 可惜良辰没有抓住你 不知以后哪个臭小子 这么有福气啊 那之后 我又过了一段平静日子 学校经过半年多的筹备 已经步入正轨 我们也招到了 可以稳定工作的 长期教职工 这天 我突然又收到了 宋奶奶的电话 阿宇啊 你能不能回来看看良辰 宋良辰 腿居然又摔断了 奶奶知道 分手了 还给你打这通电话 不合适 可是良辰她现在不吃不喝 只说想见你 上次就是你劝好的她 你能不能帮帮奶奶 就再见她一面好不好 奶奶求你 我不可能拒绝送奶奶 没办法 只能飞回去 屋里送良辰躺在床上 你终于肯回来了吗 她红着眼 声音沙哑 我默了想 我默了想 何必呢 你好不容易才好了 我想了好几个月 才想到这个办法 她苦笑 可却一下就被你识破了 她直起身子 拉住我的手 阿宇 你愿意 你愿意回来 说明你对我 还是关心的 是不是 苦肉计是卑鄙 可我真的想不到 其他可以将你抢回来的办法了 这一次 你就当可怜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我保证 这一次 我会让你有被爱的感觉 我摇了摇头 宋良辰 我要去国外读博了 她愣住 五年前没有完成的那个梦想 我想去完成 我能读书 是因为你和宋奶奶 这一次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 可以吗 没关系啊 她急急道 我可以等你 多少年都可以 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只要 只要你不要不理我 不要我 其他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以后的日子 会充满很多不确定性 我摇头 宋良辰 不要等我 医生说 你这次并不严重 再不要用这种傻方法 也不要再让爱你的奶奶担心 因为下一次 我不会再来的 我起身 我是明天的飞机 保重 阿宇 我回头 三年前 我们在一起的那一晚 你想的 难道也仅仅是报恩吗 她痛苦地看着我 那一晚呢 我至今记得那天晚上 我和宋良辰坐在天台等流星 可是根本就没有流星 昏昏欲睡之际 我的头不小心磕在了她的肩膀上 正准备道歉 她却突然抬起我的下巴 吻了上来 此时 一颗流星从夜空划过 可我眼中最亮的星 却只有她的眼睛 我低头 笑了笑 那天晚上 我是真的也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曾想过 只要你愿意 就要给你做一辈子送太太的 在抬头 面前的人 早已泪流满面 第二天 我离开了这座城市 到了学校后 我努力去适应新的环境 新的朋友 见识到了更大 更广阔的世界 我和宋良辰 再没有联系过 但是每年的生日 我都会收到匿名人送来的礼物 有时候是项链 有时候是胸针 这天期末答辩 又有一束花送来 阿瑜肯定是有暗恋者 一群人嘻嘻哈哈 你们注意过没有 阿瑜每次有公开活动 比赛或是答辩 都会有一个帅哥远远地来看 总是戴着墨镜 看一会儿就走 这么说还真是 我笑笑 专心准备答辩 答辩进行得很顺利 而坐在远处的那个人 在我走下主席台时 也起身离去 我转身 走向另一侧 那一侧 陆琛和其他几个同学 正在等我 学姐 我们查到一个 有名的中餐厅 今天咱们去吃那个好不好 我笑笑 好啊